賣球鞋的話大家會去哪裡買呢? 無論在門市還是網店 如果商戶沒有提供妥善的售後服務 很容易會引起糾紛 消委會不時接獲有關球鞋的投訴 例如新球鞋出現退色等等 有消費者就投訴 在專門店買了一對超過一千元 具有防水功能的球鞋 只是穿了五次但竟然有入水的問題 市主隨即向店舖反映 之後獲更換同款全新的球鞋 不過入水的問題仍然存在 市主之後更發現內側膠邊有剝離 於是向店舖反映 但店舖就回應說 有關的問題不在保養範圍內 消委會介入後 店舖願意退回八成的款項 雙方亦達成和解 消委會就提醒業界嚴控產品設計和質素 同時亦要提升不同銷售渠道的售後服務水平